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引體中心PNN 公民行動引記錄資料庫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 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九點半 在中正大學金森金氏廣播電台會播出之後 會在公視新聞引體中心PNN在禮拜天的晚上 10點會有直播之後 會有完整的節目的播出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這個主題 其實如果關心公庫或是PNN的朋友的話 你會看到我們這兩個媒體 其實在這一陣子非常大量的報導 有關韓國HIBIS工人的抗爭的整個行動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行動當中 某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是一個台資的企業 然後到韓國取得專利權之後觀察 然後再把讓這些員工 他事實上面臨到一種流離私所的狀態 所以他們渡海到台灣來進行抗爭 不過這個議題的背後恐怕還有更多 例如說全球企業 這種組的跨國公司 或者是像科技公司 在專利權上面掠奪的這個部分 也值得探討 但是今天的節目裡面我們跟大家談的是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主題 就是提審法 那在這一次的這個過程當中 韓國工人在之前 在這個在有封於他 在合作專家前面抗爭的時候 曾經被這個抓到移民署 然後立刻的遣送回到韓國 可是到了隔天卻有不同的發展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這個主題 就是談這個提審法 新的提審法上路之後 對我們的權力有什麼樣的影響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一起討論的是 臺灣人權促進會電子報的主編 彭麗妍 麗妍你好 彭老師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謝謝麗妍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想是不是可以請麗妍來告訴我們 在當天應該是在 這個永鋒於他這個股通大會開會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一些衝突 然後最後在進入這個法院的過程 可不可以先簡單告訴我們 當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當天他們是在進行召開股通過一個獎組 的活動 對 然後韓國的工人李尚宴 以及臺灣聲援的團體 就到了永鋒於的 跟這一家 就是到元大監控的底下進行抗議 那其實事實上李尚宴 他手持的是一張股通大會的委託書 所以所以案底上 他應該是可以進去股通大會進行開會 那去可以去進行可能在場表達意見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來進行這樣一個作為 那然而警方基本上就是堵在這個元大監控的這個底下 那基本上在南京東路上的這個元大監控 他的股通大會是在13樓召開 那警方就是 警方就是堵在這個一樓的這個出入口處 警方怎麼會知道他要去幹嘛 其實應該是警方也有收到一些消息 這樣就是說 臺灣的團體會帶著工人到那邊去抗議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就是臺灣的團體和警方可能有一些 頭腳衝突 然後推擠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結果後來 其實我們只能說是非常莫名其妙的 那警方就直接把韓國工人李上燕從這個 整個人群黨中拖出來 那拖出來之後 當然就引發了更嚴重的一波拉扯 當然臺灣的聲援者非常的保護這個韓國工人 因為各位聽眾如果有在關心的 應該也曉得說 在李上燕的案子之前 其實前不久才有8個人 一樣是韓國亥迪斯來抗議員 那他們直接就是被逮捕 然後用非常短的時間 移民署使用了非常高的效率 那就將他們直接掃除國民 並且還裁定他們3年之內 其實是不准在入境的 所以當然對於韓國工人被逮捕 臺灣的團體都是非常的緊張 那在這波拉扯當中 警方還是已經將他李上燕 然後扯上了警車 後來直接其實是在台北市 在南京東路上那邊被逮捕 但是後來警方卻將他送到了 三峽的所謂的移民署的外國人收容中心 這地方來進行安置 然後說征訊 據說也是在那邊進行的 然後基本上在這個過程裡面 事先因為害怕 韓國工人遭到逮捕 那樣的狀況 所以其實臺灣的團體 一路是做成立台會團隊 那我們就想出一個急招 就是我們申請提審 那申請提審 當然就是在你被 當下你可能被逮捕拘禁了之後 你馬上不要向法院做 因為我們知道前面的例子就是 為了要將工人遣送出境 基本上移民署可以說是 非常不遺餘地 而且非常快速的手段 所以我們認為說只有提審 這個是最快 而且最有效的 可以去對你的權利進行一個保障 所以當天 事實上我是帶著律師有準備好的樹架 到台北地方操入 在那邊stand by 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有和臺灣的團體不斷的進行電話的聯絡 那當我一直到他被逮捕之後 大概我在5分鐘之內 我就讓台北地方法院聚狀 然後申請急診 以及尚焉先生 這樣子 對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 OK 這個提審法到底 為什麼能夠有這麼所謂的神奇的力量 把一個被逮捕的 然後來釋放出來 我們待會再繼續談 不過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比較好奇 事實上每個人到另外一個國家去之後 他都會先填說 我到這國家要做什麼的目的 那所以我從某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這些不管是警方 或是移民署 剛剛談到這外國8名的韓國工人 把他遞捕出台灣 事實上是不是也是因為跟他們來台的目的 是不符合的 例如說他們來台目的填的時候 一定不會是寫說我要來抗議 我要到永豐 我要到核授專家去絕食 那他可不可以用這種方法 就直接把這樣一個外國人 因為你的目的不符合 我就禁止你的行動 甚至把你遣送出境 就我所知 事實上在入出國籍移民法 事實上的確是有類似的規定 他可以對你 對外國人展開所謂的行政調查 那去調查說 你來台的目的 是不是和這個顯不相符 對 是不是和你申請的 你來台的目的申請的時候 和你做的事情是不是顯不相符 那所以 所以其實這算是一個比較提外化 就是說 當天我們在進行基審 的這個提議開完之後 已經法官裁定釋放了 事實上台灣的團體 還非常的小心翼翼 想說一定要盡力的去保護李上彥先生 因為後來 因為其實台灣的團體有發現 在臺北地院裡面 似乎已經有一名署的人進來了 那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李上彥先生 一走出法院 馬上就被以行政調查的方式 可能進行 另外一種形式的人身自由的拘禁 所以我們也並未可知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李上彥先生的 那個保護 事實上也是算是非常戰戰兢兢的 這的確 這其實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看到 也許這是一個個案 但是其實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在這種蘇利盡相關的法律當中 到底一個外國人到另外一個國家 可以做什麼 每個國家也許是一個莫衷一次的做法 那不過我們再回到這個案子的本身來看 就是你剛剛提到說 他是以提審法 那你們你剛剛談到說 其實你在比較快的時間 你們就到台北地方法院 然後也就遞出了這個狀子 遞出狀子之後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警方他就必須要把李上彥先生 帶到地方法院嗎 那在這地方法院之中 有什麼樣的一種工房 或者什麼樣的討論呢 在我遞出了這個提審的申請之後 那法院當然要就我書狀裡面 所載的內容去進行審查 看看說到底有沒有將這個人 直接帶到庭上 來著這個必要性 還有他的他的合理性 所以基本上我在 我在遞出申請書之後 大概在下午 我就收到法院的通知 表示說法院已經裁定核准了 那他既然核准了去進行開庭的話 那他一定會就是 法院會開立一個所謂的急審票 那急審票就是將他送 將急審票送到 又發警送到 所謂的逮捕拘禁 李上彥先生的機關 那我們在知道在這個個案裡面 就是事實上就是所謂的移民署 那送到 所以又發警將急審票送到三峽之後 根據急審法的規定 你在收受急審票的被逮捕機關 你要在24個小時之內 你要將被逮捕拘禁人 解交給法院 那所謂解交 當然就是把他送到法院去 由法院來開庭 去進行所謂一個實質的審理 去看看說到底 這個逮捕在程序上 在實體上 他的合法性如何 萬一不合法的話 那依照急審票的規定 那當然就是你必須要裁定當庭釋放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記得當天的庭大約是下午5點半 就去進行召開 那在法庭上通訪的重點 大致上 一開始警方 就是逮捕拘禁機關 他們主張的是 其實李善彥先生 他在集會遊行 在程康的這個會場 他和台灣的團體 都與警方有推擠有衝撞 這樣子 那他所援引的法條是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第73條 那這第73條 主要他在第一款 我記得 他在規範的 主要就是 比如說 如果行為人他在一些公共場所 有喧嘩 有頭腳姿勢的這種狀況 那基本上就可以對他採取 我記得是6000元以下的這個罰款 那他就是按照這個罪理去 將比賽行程進行代表 因為同法的第42還是43條 他基本上有一個規定就是 如果你是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 這個現行的這個行為人 那法院 就是跟證一下 就是逮捕拘禁的機關 比如說警方 他可以先 用一個通知的方式 通知你到場說明 通知你來說明 那萬一你不服從這個通知的話 他就可以用強制你把你帶走 所以他說我這個是語法有據 那當然律師在工房上就 比如說他在這個通知你到場 和強制你來的這個程序上面 去進行一些攻擊 就是說 基本上你在 我們他 警方說的是通知你到場 然後強制你來 因為你 因為你抗拒這個通知 因為你不願意去嘛對不對 對對對你不願意去 那不是然而 就是當我們在當地 在看驗這個影片的時候 事實上 我們發現警方口中的這個通知 然後強制版的這個程序 他在實踐上 卻變成了 我們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逮捕拘禁機關的那個警方 事實上就是長安東路派出所的這個所長 他就拿著大聲攻對李上燕先生說 李上燕先生你的行為 已經違反了中華民國法律 然後在由旁邊的一位韓語 韓國的 通曉韓語的通義 將他翻成韓文 然後又再拿著大聲攻再講一字 那講完之後 可能過沒多久 基本上就是 我們就看到了借刑逮捕的這個任務 那他逮捕的時候 他逮捕的時候 基本上是李上燕先生 他的 他大概是站在人群的中間 大概是站在人群的中間 而且是比較靠近警方的那邊 那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穿著刑警背心的警員 他將李上燕先生的右手直接給揪住 然後把他往人群外面拉 結果這個時候 當然台灣團體馬上也都意識到這件事情 於是也不斷的就是 拉住李上燕先生的腰啊 或者是手背 就要把他搶回來 對對對 就要把他搶回來 可是 馬上就 當那個刑警一拉之後 馬上又有更多的警員也加入 戰局 然後 當下真的是就是看到了十幾二十隻手 在李上燕先生的身上 不斷的這樣子拉扯 那 後來李上燕先生就被警方 其實是拖出了人群 拖出了人群的過程裡面 基本上是 我個人看到這個影片 我是覺得他是非常粗暴的一個手段 因為他 李上燕先生他的衣服 基本上褲子都有被扯開 然後他的 他的投資戶也有像去撞到地面 還是怎樣 導致他說在開庭 後來在開庭的時候 他的肩膀手背 還有他的頭部都有 相當程度的疼痛 那他在移民 他在移民署的外國人收容中心的時候 也曾經反應過 但是基本上 外國人收容中心 對他的這種說法 就我所知是 基本上是相應不理 那已經一直到了停上之後 可能到了警方 在開完時才有人說 那是不是給李上燕先生止痛 這樣子的藥物 這樣子 對 所以警方的這個執法 我認為他是 我為可以 的確你剛剛談到說 如果從社會秩序回復法 如果你要去拘提他 到說明的話 你必須要 要先去通知他 然後通知他 如果不來的話 你再去拘提他 可是按照你剛剛的講法 事實上只有短短的幾分鐘之內的時間 他就執行的這兩個動作 那這兩個動作當然會引起這個 當場的民眾有很大法 反彈那是不是執法過段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可疑的地方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再談說 那進入到法庭裡面 到底做了什麼 說了什麼 那後來為什麼 李先生他會被這樣子一個當庭的 就釋放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三奈主觀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人前初進會的電子報的主編 跟彭麗妍他也是在這一次 韓國工人HIDIS工人到台灣來抗爭的時候 事實上也非常大的投入 那當然更特別的是 他透過提審法的這樣的一個法案 到台灣的地狀 那也讓韓國工人李先生能夠順利的當庭示範 我們剛剛在下一段的節目中有提到說 在這個原泰金控這個面前 他事實上是有很大的這種衝突 那也看到警方在用社會秩序文物法 在執法的過程當中 的確有一些這個所謂適當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跟行為的產生 然後後來剛立言跟我們談到說 就送到了這個 後來到這個三峽移民外國人收容所 然後後來到了台北地方法院 可不可以請立言告訴我們 到台北地方法院裡面 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事實上到了台北地方法院之後 法官基本上就開除審理 那他邀請了就是所謂的逮捕拘定機關 那還有申請人 還有被逮捕拘定的 基本上是三方來到法庭上 對整個過程來進行一個說明 那事實上法官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最先提問的應該是對我 那他就問我說為什麼去來申請這件提示 那主要我向法官表達的就是今天 基本上言論自由 還有集會結社的這種自由 基本上都是受憲法 還有各位不知道 曉不曉得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就是在台灣所生效的 兩公約 兩公約的其中一條 他有保障 如果你是和平的這樣子的集會 那這個權利應該被准許 那你基本上你很難 應該說你不能去使用一些 和平集會 但是你違法的這種方式 去前置你的集會結社的這個自由 那當然他在那邊所進行的澄清抗議 他也是一種言論的表達 那這種言論的表達 基本上是你身而為人 或享有的這個人性主義 那他並不會因為說 你今天是韓國人 或你今天是台灣人 而有不同 所以根據這個意思 我說我知道他應該被 李尚愛先生應該被不當的 然後限制 那我就向法院來申請提示 希望看能不能得到 相對的中立客觀的第三方 也就是法院來進行一個實際的審理 看看逮捕拘禁到底是不是合法的 對 那之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像各位可能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先前像各位談到的 事實上長安東陸派出所的所長 他道庭來說明的時候 他主張的就是社會基礎文物法的頭角 然後有喧鬧知識的這一項 但是基本上律師都認為說 你這個法條 法條的使用上其實是與事實顯然的不符合 因為我們都曉得說其實李尚愛先生 他是不通小中文的 然後他在那個場合裡面 他基本上沒有辦法跟其他人有所謂的 這種一般來講言語上的溝通 所以你很難去想像說 他有所謂的法條裡面講的頭角這種狀況 甚至是我們在所謂當庭在刊宴這個 錄影的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發現說李尚愛先生 他從頭到尾 他是採取一個非常和平 非常靜態的方式在進行抗爭的 他事實上當時他的動作是怎麼樣子 他右手是高舉著這個 元太金口的工會的委託書 就表示說他想要進去表達意見 這個意思 然後他就是站在那邊 基本上他沒有和眾人一起 進行喊口號啊 甚至也沒有說肢體上的推擊衝突或衝撞 這些我們在影片裡面 事實上是都看不到的 李尚愛先生在講話的時候 事實上只有當台灣的團體講了一段 希望請李尚愛先生為大家講幾句話的時候 將麥克風督給他 那這個時候李尚愛先生才有開始 他用韓文去發表意見 然後有通意將他翻成中文 給在場的群眾 所以基本上我們其實很難想像說 這樣子的行為叫做 喧鬧之勢的狀況 因為畢竟各位曉得說集會遊行 他差不多他的本質 他的太一樣就是這個樣子 你很難說今天 今天我不用集會遊行上面的一些合法或正當性 反而用一個知為末節的相識 而且處罰非常輕的社會秩序維護法 然後說你這個是製造吵鬧的行為 那我個人認為說這個就是其實是 現代人才找法條 將人就是往法條的那個要件去硬塞 所以才會發現出這種荒謬不合理的狀況 那其實基本上律師也都提到了這些點 所以既然這個前面社會秩序維護法的這個 口角或者是喧鬧之勢的這個 要件這個狀況是不符合的 那你當然你後面也沒有所謂的 所謂強制通知 通知你到場說明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我用強制手段讓你來 就算我們今天退一萬步講 他可能好 你真的有這個權利 讓你通知你到場來說明這個狀況 那可是你所使用的手段 到底有沒有符合你的這個 我們講比例原則 就是你有沒有必要動用這麼多個刑警去抓他 將他拉扯在地上 然後把他丟上車 載著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狀況 當然我們也會懷疑說 有所謂的執法過當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他這個通知的程序上 其實當天顧綠球律師在堪驗這個 錄影畫面的時候 他曾經有要求說 在長岸東路開署所所長 在通知李商業先生的時候 把那段畫面就是再看一次 那再看一次的過程 就是要確定說他到底是用什麼樣的 詞彙跟李商業先生來進行表達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是 李商業先生已經違反了中華民國的法律 可是他並沒有去明指說 你到底是違反 是哪一條法律 是哪一條法律 哪一種法律 是行政的呢 還是行事的 到底是怎麼樣子 其實這樣子的通知 是讓大家無所事成 所以後來也當庭請教了韓國的同意 問說到底他是怎麼樣翻譯的 後來得到的答案也是 就是你違反中華民國的法律 當然還是沒有講清楚 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 你就很難去認為說 這樣子的通知 是所謂的 具有一個明確性的 那這樣子你執法上當然就會有所謂的瑕疵 因為你畢竟都沒有告訴人家 你為什麼要請他到場來說你 那你怎麼就可以這樣子 據此將人家逮走 對 所以這些基本上都是律師所攻防的重點 甚至還有律師其實是進一步的要求 既然大家都可以認為說這個執法明顯是違反 包括他的法條解釋適用 我們講認識用法上面顯然都有錯誤 那這個狀況底下 你的逮捕基本上你就是有濫權 而且你是公務員 你是行使公權力的機關 那你在逮捕具件過程面你有濫權 那基本上也是牽涉了相關刑事方面的這個責任 對 所以當然也有律師請求 提上去依法告發這些警員 但是至於事後的這個狀況 到底會如何發展 那我想當然還是有帶進一步的這個狀況 所以其實我們從剛剛立言的描述當中 你會發現在一個執法的過程 或者是甚至在一個審查的過程當中 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細節是要被注意 是要被考慮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時候 我們在法律的理解上面對這些細節 我們自己本身也都不會太在意 然後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就迷迷糊糊或是莫名其妙被警方帶走了 或者是在法院裡面可能做出了什麼樣的一個審理跟判決 那不過這個裡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剛剛特別談到所謂的提審法 那我知道我們照一般來講 就是如果這種所謂的這樣的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通常行政機關 例如說在這個事件的前一天 我們可以看到行政機關就直接把這些人 這8名韓國人給遞檢出境 為什麼這一次會不一樣 為什麼這個所謂的提審法 當你去申請這個狀子之後 法官就會直接的介入 那跟我們的提審法 提審新制是在去年的7月8日去上路的 那基本上他所修改的 比較是一些程序上面的 比如說去將你的所謂申請提審這個程序減化 那萬一問題特別還增加了 比如說如果你是不安外國的被逮捕拘禁人 那他必須要用相應的語言 去告知你說你有這個提審的權利 事實上警方在當天在執法的時候 他有一個也是相當嚴重的瑕疵 就是沒有告訴你商業先生他可以申請提審 所以就是由我所謂的第三人去進行這個介入 那依據提審法的規定 從前面在第一段節目的時候講到 提審法他所仿造的 事實上是一個所謂的原自英美法的 叫做人身保護令狀 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就是當你的人身自由受到拘禁 受到限制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可以請中立客觀的法院來介入 介入說來看看你這個逮捕拘禁的過程 到底他是合法還是違法 你的程序面和實體面有沒有符合正當法律的要求 所以基本上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理由 才會有提審法的單身 或是提審法的修法 那這個制度設計的目的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依照提審法的規定 當然是你在申請提審之後 按照現在就是24個小時的時間之內 法院要對你的申請提審做出一個裁定 那就是裁定準貨幅 那如果是準的話 那當然就要開立提審票 那送到待不拘禁的機關 那他同樣也要在24個小時之內的時間 將人請交給法院 那基本上法院的提審票只要下去了 其實其他的公眾機關沒有不給人的道理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法院一定可以在這中間來接 可是所有的相關的案件都可以使用提審法 如果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使用提審法的話 那法院不就盲死了嗎 那中間本來還有一些警察機關 或者是其他警政機關 那還有什麼存在的一個必要性呢 我必須要跟各位報告的是說 其實提審法他在現實的操作上面 他有一定程度的這個局限性 雖然提審法第一條開宗明義的時候 你是被法院以外的任何機關 去進行逮捕拘禁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使用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然而就是當司法院他在向 基層的法官去宣導說提審制度的使用的時候 他卻是告訴基層的法官 你只要做刑事上面的審查 你不需要對逮捕拘禁的原因事實去進行考慮 那所以基本上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司法院其實在 大概在去年 煞有其事的派了一支廣告 那這個廣告就是主要是在宣傳提審的新制 那他最重要的一句台詞就是 我要見法官 但是當我們知道這可能半年多一年多來 他提審新制上路之後 其實大約可能還有三分之三的這個 申請提審的人 他事實上是見不到法官的 所以管老師剛才提到的這個狀況說 可能行政上面的效率啊 會有所不張等等 其實不會的 因為法院在實務上面 他很多時候他根本就是不管你 逮捕的事實合不合法 他只要形式上看說沒有問題 這樣子逮捕的程序是OK的 是合乎法令規定的 那我基本上你申請提審我就博了 我根本就不用傳這個黨事人 我們也不需要請逮捕拘禁的機關 把人解交給法院 我就可以做出一個裁定說 那這個提審申請不回 所以也對法院來講 當然也不會太礙事 再來就是提審申請的總件數 雖然在提審新制之後 確實是有明顯的增加 大約至少從去年的7月8日上路之後 直到一月 今年的一月這個半年多來 大概有全國大概有100多件提審的這個申請 那的確是 的確是比提審法從1935年到成立 到修法之前 這個劍數 這個頻率頻繁程度來講 當然是有大幅的提審 但是我知道說 其實在這個中間被獲得釋放的個案 事實上也是很少的 這半那個半年來 大概只有 大概不到7%的案件 是有被當局釋放 多數的我們想 這個當事人被逮捕去禁門 可能真的也是 他其實事實上還是沒有被我們接到法官 所以其實提審法簡單來講 就是在去保障那個逮捕拘禁的過程的合法性嗎 管老師其實事實上 司法院向大眾宣傳的就是說 你可以向有法院來介入 然後去審查這個逮捕拘禁的合法性 但是基本上其實實務上面的操作的這個方式 基本上是將這個提審法的這個意志 我認為是有架空的 他補當的去限縮的說 你法院只能在刑事的方面去審查 可是我們知道逮捕拘禁的原因事實 就拿剛才李尚燕先生那個事件來講的話 逮捕拘禁的原因事實 就是他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對 的那個條文 但是但是這個逮捕拘禁的這個條文 他到底適用上有沒有得當 這應該也要是法院所審查的這個方法 沒錯 但是現在的話司法院向法官宣導的就是 你只要做刑事審查 那基本上 剛才所提到的人身保護令狀的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季度精神 事實上就被不當的架空了 而且精神法它 事實上它的條文也並沒有規定說 你法院只能做刑事的審查 那所以我們其實並不曉得說 為什麼法院選擇這樣子自費武功自斷手腳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去限縮這個使用 那其實有違背前面我講到的公正公約的第9條 保障人身自由還有它的該條的第4項 說任何人可以申請法院提審的 這樣子的一個制度精神 我想這些在實務的操作上面 反而是比較多的狀況 反而是違背的提審制度 你開始設立的議題 這個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它是在於所謂的程序上面 它可能看有沒有違反是不是合法 那但是是不是適用於這個法條來講 它其實是不管的 那如果在這種狀況之下 那這個提審法的精神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意義嗎 那禮商醫的這個事件 是不是只是一個個案 只是一個特殊的狀況呢 其實我這幾天一直都在想這件事情 那我認為我當然認為說 這個台北地院做出的這個裁定 它是一個具有指標性的 而且是具有定義的 至少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去很精準的去預測說 法院將來它的實務見解會不會往這個方向一貫的去這樣走下去 但是至少我們在 比如說在將來的類似陳情抗議的這種場合 這種過程當中 面對警方的執法 如果我們會要再啟動提審法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來救濟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先例可以主張 我們可以主張說 請你你可以按照法院 這樣子先前他曾經表示過這個見證 應該是要按照這樣子的審查 你才會是符合提審制度設立的目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問我說如果他這個狀況 將來沒有辦法被法院繼續沿用下去怎麼辦 其實我也只能跟各位說 我們必須要去倡導這樣子的觀念 要去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的程序和實體都是可以審查的 請法院你不要去做自費無用 這樣子的動作 對 然後而且你這樣子的話 如果連人都沒有把它解交到法院來 那基本上你的這個判斷 相對來講 我認為應該是會失準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去注意的問題 那也在這個事件當中 也讓我們看到這個提審法 它的確是有它一定的功能 以及在人權上面保障的這個機會 那我們知道在未來的這個海底的事件當中 我想大概不會就此結束吧 韓國工人或許會再來 台灣的工人也會再有持續的抗爭 所以不管是從提升法的角度來講 或是從一個勞動權益的角度來講 或是從一個全球跨國企業這種 不管是對專利權的掠奪 或是對一種勞動保障的角度來講 都是值得我們在進一步關心的議題 那今天非常謝謝彭麗爺來接受訪問 謝謝麗爺 我們下禮拜共同再會 謝謝 拜拜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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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